大家好,今天一早上就看了路透社发了一篇关于马云现实西班牙的消息 后来又看到海外的华人媒体也做出了相同的报道 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报道是出自香港和台湾的媒体 那么它的报道如下 近年来成为中国市场关注焦点的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本月初在香港短暂停留后 已转赴西班牙度假此举令外界相信 其禁令获以解除 香港灵异持久日报道 深陷监管风暴漩涡的马云本月初被发现深处香港 但16日凌晨 他在港搭飞机前往西班牙 同行的还有多名富豪朋友以及科技界人士 据报道他们分乘两架私人飞机 一前一后前往西班牙 而马云抵达西班牙后又出现在一艘超级邮轮上 与同行好友出海度假 报道表示他们是从西班牙东部的伊维萨岛起航 这个搭乘的游艇是马云花费超过港币16亿元购买的 报道并透露马云在港短暂停留期间 行程非常丰富 以多名香港富豪密会 又去了新界坟岭高尔夫球场打球 晚上又有饭局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 去年10月马云旗下 蚂蚁集团在上市计划被叫停以后 市场即盛传他被禁止的出境 在中国也只能有做有限限度的活动 所以这次他在香港露面 又转飞欧洲 令其进一步获得松茫的消息 这个就是传遍坊间 加上阿里巴巴股价从谷底反弹 现在做一个说明 他就是获得了Warren Buffett 巴菲特这个美国的大富豪 他集团的某位大佬的投资 所以他的股票好像有所反弹 外界估计阿里巴巴和马云 在接受连串整改或者接近完成 其所谓的禁令可能将获得解除 以上就是关于马云 在西班牙现身的外媒的一些报道 那么阿里巴巴是中国 非常有名的一个私营的集团 那么微信支付宝 什么的都是他的手下的 那么大家对他有什么评论看法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么马云也是中国私有化 最具代表的这么一个人物 也是最具争议的这么一个人物 那么最近的一阵子 他在网上谣言也非常的多 他好像最近捐了1000亿元的人民币 因为中国现在两极分化 也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他在共同赋予 这么一个大形式的驱使下 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也带头 捐献了1000亿元 但是同时这个人 这个马云这个人物 也是这个就是在外媒的眼 在西媒的眼中 也是就是西方 就是资本主义 极力扶持的这么一个人 这个到底他是 怎么评价这个一个人呢 应该说是还是有很多争议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吧 感谢观看